主持人 跟我們沒關係 跟我們有關係的是 你可以把路第二段 給他橫著路嗎 橫著路嗎 對 橫著路 第二句話是 最重要的啊 第二句話叫做 錯誤的政策 有誰可以接下去 錯誤的政策 下一句是什麼 比什麼 貪污更可怕 我們台灣政府曾經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 那個政策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只講70分鐘 今天35分鐘 台灣政府做了一個核四場的決定 那是從李登輝開始 到陳水扁 到馬英九 到現在還沒太耍的一個 還在幫各位消錢的政策 應該已經4千億了啦 這個數字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概念 2千億是加加1萬加4千億 記不記得他曾經一個螺絲是1000萬台幣這個經文 你記不記得民國103年還104年 他說我這邊有一批核廢料啊 我們發一個包出去啊 你願不願意來包100億你包下來 你把我運到我們國家之後 20年後你再把我運回來 這個包100億了 不知道誰標準 很好賺嗎 你只能弄一條船呢 你只要找到國家願意放 放我們的核廢料放20年 20年後你再把它拿回台灣 你就可以拿走100億 看你跟哪個國家卡 可是厲害的是國際標欸 100億耶 所以100億的運費能只能才1億而已 運費能才1億 而99億要 你願意是拿99億 不然你拿90億 放國家放20年 北韓 亞洲北韓 你知道 你知道 烏克蘭你知道 一座比亞洲之類的 因為台灣 既然為了核市場 核一核二核三 核廢料發出於100億的國際標 400億的公奴啊 那怎麼唸啊 是唸公奴嗎 公帑 公帑 400億的公帑 這個數字 這樣啦 基本上你們是 沒有感覺啦 因為我連100萬都沒看過 4000億是什麼數字 全台灣有2300萬人口 大約有800萬 一戶有三個人 湊出2400萬人 是不是這樣子 大概啦 我們家要嘛 就三個要嘛 四個啦 贏回單位加四個啦 那我們一半住後天 一半住大樓可以嗎 有400萬不住 住後天 是不是1200萬人出來後天裡面 住後天 住大樓只有台北跟高雄 高雄才200萬人 台北 台北市200多萬 台北市200多萬 大概400多 只有600多人住大樓而已啦 在高雄 在台中大概是100 100萬的 就其他大樓能住多點 記住這個數字喔 4000億除400萬是多少 4000億除400萬是多少 1戶可以分多少錢 10億 多少 10億 不是啦 4000億除400萬戶嘛 1戶可以分多少錢 喔 國父孫中山其實有告訴我們答案 國父孫中山當時說中國人民有4萬萬同胞 記不記得4萬萬同胞 這叫4億 現在中國14億 不到100年多10億出來 很會深 欸國中歷史課 4萬萬同胞 那就是4億人口 所以呢 你扣掉一個萬呢 拿掉一個萬 萬萬 萬萬就是億啦 萬萬講不到就是1億 萬 4萬萬就是億啦 萬萬就是億 你看這樣 億我先把它改成萬萬 來大家一起除掉一個萬 大家一起除掉一個4 所以1000萬去除上100 所以是 拿掉兩個例 10萬 10萬塊台幣如果是4000億的核市場的預算 4000億核市場的預算 把它分給400萬戶透天 一戶分10萬 剛才我講後貨物那一套多少錢 就10萬 那我賣12片太陽能板呢 欸我在中文一個數字喔 我在中文一個數字給各位分享一下 台電曾經告訴大家 平均每戶用電量 一個月300度電 台灣人民平均的家戶用電 一戶一個月300度 也就是說一天10度 一天啊 10度喔 欸一天10度 那我們賣3K是幾片 12片 12片是多少錢 19萬8 10度呢 12片就是產出 12度變 少一點的時候8度 多一點15度 是不是剛剛好 大約大約等於一戶 小型家庭的用電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聯想到 20萬就可以供應一個三口 三口自家 四口自家的平均用電量 可以搞定 3K就可以搞定了 3K多少錢 20萬 像不像 如果他的10萬塊錢 當時不要做這個政策 留到現在一戶發10萬 有樓的給10萬 可以嗎 可以啊 全台灣一半的人 用太陽電啊 可以嗎 4千億啊 一百四百萬物理人分10萬 剛剛好一戶拿10萬 有樓的給 沒樓的不要給他 你沒有股品樓的 不然你去找 看誰股品有樓 那你就叫他樓 叫他拿10萬 那個還是要補助給他 是不是 這一戶人家 因為有補助款10萬 自己拿10萬 總共20萬 他們家是自給自足 自己發現自己用 有沒有看到 1200萬人的電已經搞定了 有嗎 1200萬人的電已經搞定了 只不過把你的錯誤政策的預算拿來 分給大家所有的 有樓的人 你還需要核電廠嗎 可能可以少掉一組核電廠 你可能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 那五根煙囪 全世界 污染量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在你家隔壁 可以少掉兩支煙囪 錄定說不定三支煙囪都可以收起來 真的你思考一下 我們真的是為了 我們當然是為了賺錢做這個產業 可是這其實是帶著使命的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在太陽紅光電業界 遇到一些還存留下來的前輩 這些有志之士啊 其實他們不太會 你不是說不會算是 他們其實都是很 就是因為他很愛太陽的發電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業 留下來的 那一定是帶著使命 因為我們這行算是冷門天門 你在台灣嘛 你如果不是很喜歡這個產業 你可能留不住 因為房地產實在太迷人 你去做保險 做股票實在太迷人 你幹嘛做什麼 因為這個你要 費盡純實的跟他講很多啊 他才聽懂 我們以前做房地產 我哪有需要跟你講 這動作廳1280超便宜 因為父親所有最便宜的 我就賣掉了 建材一樣 我們價格跟大家一樣 剛好就是建商土地群的便宜 營業額大 而且賺怎麼快啊 而太陽能其實上 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看小的 因為我們都要做幾K的生意 其實我們自己想一想 做100K 200K 500K的 其實很多 這些投資客也很多次 不過就像是 如果你每天在找3K的客戶 你會成交1K 2K 你每天找10K客戶 你會成交5K 8K 你每天找100K的客戶 會成交50K 80K 你找500K的客戶 你就成交100K 200K 你告訴自己每天要 每個禮拜要成交1號的話 你就大概兩個月 兩個月可以成最好成交1號 這一個故事 我希望你們可以 分享給你的朋友 跟朋友談使命感 有沒有覺得台灣人沒有使命感 我有點這麼感覺 因為我們甚至看到人家那個 每個學生去攻佔立法院 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在棄什麼 我們看到香港 戰中環的那個 新聞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棄什麼 可是台灣其實這樣很安逸 安逸到了 不能再安逸了 台灣是很好住的國家 如果你台灣沒戰的話 也不會有人進攻打你 就中國會打你 除了中國的 沒有人會開這個船 過來說吐你一下 你不要我要擠我 你不要我要擠我 沒有啊 伊朗伊拉克會這樣子而已啊 三不五時邊界 來人家衝進來的時候 會搶他人民 燒殺虜虜這樣子 堅淫虜虜 不會台灣不會有 你會為人要去搶這些女孩 然後游泳去看它嗎 不會游泳就美麗了 還有機會 以後也加好了 可是墨西哥會 巴士會 他們的頂土會被侵占 台灣不會 沒有人會被侵占 他們為什麼能攻我們 大陸也會公園 公園也沒關係 反正大陸的錢也不見很多 他沒公園的時候很安全 他公園的時候反正大家都房子都跌架 核電也是這樣子 核電其實很安全 安全到不行 反正炸掉 你家也炸掉 你一一兩千萬多天嘛 那也炸掉 那也輪住嘛 那我住的是一百二十萬 也炸掉也輪住 我們倆輪到每次沒差 所以核電廠炸掉 反正大家都沒差嘛 那核電廠沒炸掉 大家也都沒差 所以我們也沒感覺啊 那台灣其實有一個很吊詭的地方 大家在反核一核二再核四 各位 你們最近的不是核一核二再核四 離你們台中最近的不是核一也不是核四也不是核二也不是核三 在對岸我們叫福州 福清 核二不是核八立場 平潭啊 在七十海裡就到了 所以平潭炸掉你們才有事啊 核一炸掉 你們沒事喔 因為它的輻射圈可能兩三百公里 核三核四炸掉 那個明東啊 肯定跟你 台中沒關係啊 你們要關心的是對岸 平常沒事要去福州 核電廠家 熟熟的 好好的 別放棄喔 我們台中就好 核無蘭 你們要關心對岸 要跟他好好在一起 那 談錢台灣人就不愛賺錢 除了我們之外啦 我們很愛賺錢 大部分人台灣人不愛賺錢 你只要講直銷那麼好愛我就要去 叫他每天談一個課的他也會覺得很累喔 每天這樣子 叫他買太陽那賺錢那麼慢 但是他們要買什麼 不過他們也沒錢買 一個月兩萬多 所以我們要做高端市場 我們太陽能先做高端市場 我們會再講一些商業的喔 最後我們的15分鐘講一些商業的 Alan因為我們做過房地產 房地產的景氣跟指標 要永遠掌握在投資客跟投資公司的手上 房價在漲 人民 蛤 我漲價喔 我不知道 哇 現在一平十五萬了 蛤 這20喔 你不去啦 你不去啦 然後這樣 啊 三十 晃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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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晃過不去了 我曾經在台北用一個 買一個房子叫四圍路一百七十二下 那些九號 一個公寓的一樓啊 總價一千七百多萬 那時候我二十 二十八九十三十歲吧 我找一個IBM的主管 來做我的登記名義人 因為我是無業 所以我沒有收入 銀行會不會借有錢 不會 IBM 借不借 我們簽約的時候就來救我 我來簽約 買一間一千四百萬的一樓公寓 是喔 為了信任感 來簽約 簽約 房子是我的名字喔 喔好好好 是我的名字 那貸款用貸 啊 這樣 經過三個就說 欸 你看貸款都會幫我移走 我媽說你如果一千四百萬 你不還的話 貸款變成我們要背 他講這個道理對不對 可是你忘記 名字是你的咧 房子登記簽約我 我拿到兩百萬現金咧 你貸款貸一千了 有兩百萬是我的 做你的名字 欸 我如果用另外一種情節 是欸小三小三 小三小三 小三 不是小三 小三 我這有兩百萬我想買個房子做你名字 小三想說 哇塞 那個給我這麼好拿兩百萬房子做我名字喔 那可能他對我有意思啊 然後貸款OK啊 就用我名字帶啊 那以後當然用他名字帶啊 我拿兩百萬給你買房子 你買 你不買你可以走的 我叫另外一個小事 來小事我用兩百萬買個房子給你名字好不好 小事那麼好 你不要不要你這樣要啊 可是其實算結果是一樣的嘛 欸小三 賣掉之後賺兩百萬賣嗎 那賣了我這個也會一百 結果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過程我們包裝一下 那秋伯當時我沒有有小三個系統處理他 所以他三個月發說 我會怕耶 那人是沒賣掉 賺到貸款就要讓我辣 那人是沒賣掉 他又打賣了耶 我的心情也會被人打賣了 後來他就說 嗯嗯嗯賣掉了 後來真的我就沒用他的名字 就轉手了 我再也不敢找他 因為這個小三膽子太小 我就陸續去找別人 後來這個小三啊 是秋伯豪啊 回到我們新竹的台積電七場 新竹那幾場 七場 十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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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啊在新竹 現在還沒買房子 去年才買 買一個新竹的大概五六百萬 六七百萬的房子 然後他說當時啊 如果啊 如果啊 你那個房子就直接賣給我 我買下來 現在都漲到三千了 那個一樓 漲三千 漲一倍嘛 台北漲一倍啊 以前我買的 三十萬 三十五啊 三十六 漲到六七十萬很正常 那時候如果我做很多 紀念那些人 不要撤掉我直接買下來 即使跟我 跟我買一千五 他到現在也賺一千多萬 好可惜 那時候我們去投資公司 我們依照資產 老闆 四十多個員工 沒有付薪水的 所有人喔 賺錢不是從老闆來賺 是出去看房子 看的時候就 欸這不錯耶 老闆你來看那個房子蠻不錯的 老闆去買了之後啊 只要老闆願意去買 他說這個房子 你會說賺一百萬 我分你三成 厲害吧 欸這個老闆 他同時每天 有四十個人在幫他看房子 速度的問題要快 要幫他看房子 幹嘛要幫他看房子 因為賺了可以分三成 賠了不用賠 你要不要幫他看房子 當然不要看啦 看到老闆子路馬 我就因為守著半年 就等分錢 因為房子差不多三到五月 我就賣掉了 真的耶 就這樣 就是一堆人今天幫他找房子 我們每天兩個人出門看房子 欸翁大哥 現在有一些那個建國南北陸房 那 我打他過來看一下 然後他電話 欸那什麼東西啊 我要講一下 總價多少錢 幾樓 講完之後 欸欸 不錯 我會叫那個重建 可以租掉兩房子 就這樣子喔 我們就趕快帶重建 好了 所以西摩社會的公司 那重建店看到我們 三十多歲不到 年輕的兩個重建 說買房子 蛤 買房子 你幾歲 然後 不是我買 老闆要買 喔老闆 老闆是誰啊 翁仁海 喔 我問幾天給你們看 就這樣子 沒三十歲 我們開始看房子 買房子 翁仁海是投資客 他如果嗅覺比人家比對不對 房子人在講的時候 感覺得到 可是一般的那些 我們 我剛剛講的邱伯豪 小三小四那種人啊 每天上班下 買 房價多少人啊 說一瓶多少 嗯 不知道 那都沒關係 有想看 一瓶多少 新一路幾段 嗯 不知道 沒有人 但沒感覺 但他有感覺的時候 房價已經三十萬 漲到三十五萬了 然後回去要問他媽 他爸他家小伙子之類的 然後 下一次看一三七萬 三八萬 太陽能也是這樣子的 太陽能市場就是這樣子 真的就是這樣子 房地產從 去年年初吧 兩線合一嘛 開始打壓到現在 沒有起色 不會有起色 房地產走十年了 十二年多的 十二年多的 現在真的是開始進入要空頭了 真的 這個就是 很穩定的 慢慢的 將一量縮小之後呢 量又下降 高雄市 上半年七千間買賣量 但根據過去的幾乎 每年平均兩萬到三萬間 但是今年上半年七千間 下半年肯定低於七千間 一年才可能做不到一萬五千間 過去就是兩萬三萬間 全台灣的房地產交易量 每年到二十五萬間 到三十萬間這樣移動 那你今年結束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可能不到二十萬間 相當恐怖喔 走空頭是肯定的 可是市場上的油脂 是不是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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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方向 所以你貼出來的文章裡面 新加坡的集團 UNIS來什麼公司 已經準備了 要做250Mb 台灣過去十年 做了一千個Mb 他們集團就要做250Mb 他把你們台灣看來太小了 你們台灣人自己都做 拿250Mb的錢來 250Mb 多少一一百五十一台幣 投資客 聞到味道 美國這一次升息 美國升息代表 全世界的美元存款會回美國 那亞洲貨幣會往下跌 所以 那這些錢呢 人民幣一定會被衝擊 人民幣一定會被衝擊 因為美元會吸一些錢回去 那匯率就會 亞幣就會下跌 但是 亞幣下跌 那已經影響到 股市啊 綁持 因為錢吸回去美國了 很多 產業都會在 下面跌 往下跌一些 那這些有錢人的錢 是沒地方去 那太陽呢 可以說是 其中一個 相對安全相對保守的產品 我今天早上有貼一個 那個圖片出來 他公佈的一個數據 全世界的有錢人 全世界的有錢人 把他的資產分幾個 投資 他裡面有講到 叫做 第一類是什麼 叫做另類 叫做 另類 另類 什麼 第一啦 大約20 大約平均都20啦 這是現金 這是房地產 這是股票 這是另類投資 什麼之類的 大概平均都在17 8到20中間 他們是有做自產配置 有錢人是有做自產配置 每一種產品都要買 另類投資 譬如說你去買 創走的公司 股票你買 20多25% 現金有20% 房地產15678% 所以我們的大客戶呢 其實他是會有避險的概念 當你手上有1億2億3億10億的時候 你債務的不是投資報酬率 你要跟他談避險 安全 保本 保席 船市 船家 船代 如果你有10億的話 你不要跟他講投報 因為他很會賺錢 不用你教他賺錢 我是說他有10億的話 他有一億給你教他賺錢 怎麼賺錢 看 Felma Felma教他 他比他還 那你給他的方向是 給他例子 比如說 這新加坡公司拿150億來進台灣 這間公司 為什麼國泰人的時候 陸續的保護的錢 你賣保護收到的錢 他把收到的錢去投太陽能 4% 5% 6% 然後 全世界再生能源基金 都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去找標的利益 你有太陽能足夠的 為什麼投一些 所以他是在資產配置 他的資產 他的資產是在做配置 所以你跟他談的數字 盡量談大一點 你講太小的時候他會沒感覺 怎麼樣談大一點的數字呢 我現在都有個習慣 來分享一個我最新的 這個 溝通模式 楊大哥 我們最近有一個房子 一千萬 這個不算豪宅 普通普通 一千萬 然後這個房子每年 就是你交屋之後 大概六個月 六個月左右就交屋了 就是你開始買到六個月交屋 每年可以拿到五十萬的房租 每年啊每年五十二房租 這個房子的總價 一千萬 每年五十萬 有沒有興趣來去看一下房子 這房子其實這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滿租的套款 剛剛這個房子其實是頭套 二十年後啊 不管怎麼樣 這大概 賣一千萬都沒有問題 要不要來看一下房子 這房子還不錯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賣 沒投資過的人 沒感覺 沒買房子的人 沒感覺 我跟你講真的沒感覺 只有手上有房地產的人 對這數字才有感覺 只有在買中間股票 中華電視股票 沒有我在做操作做投資的才有這種感覺 所以為什麼投資客跟投資公司 敏銳度就是比你強 你看這數字沒感覺 那你去問這些老闆們 他對那個趴數利率很敏感 升息他開始工廠要做一些調整 降息他要調整 美元漲 利率跟匯率都會影響很多事情 現在是利率是升息嗎 那美元的漲別 你應該可以看得到 三十四三十五 美元會再慢慢的往上漲 因為錢回美國 美元 美元變大坑 所以他會慢慢往上漲 一千萬的房子 每年領五十萬 每年領 連續領二十年 二十年後 你還可以領回一千萬台幣 你要買幾間 還可以再放大一點 一億 一年領五百 二十年後領回一億 而且通通免稅 不是說免稅啦 他稅金非常低 低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我接下來講這一段才最重要的 這個OK啦 OK 其實 這種不錯 重點是後面那一季很強 這五百萬一般人 如果要收租金的話 五百萬要繳多少稅金 來 五百萬 租金 進你口袋 年收入超過多少 要繳40% 幾百萬以下 一個月 不是啊 這是所得稅 所得稅率40% 這肯定要繳40%的稅金 可是太陽人發現這個領域啊 這個收入乘上6% 這30萬才等於你的收入 因為這五百萬叫做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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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副稅 我們要去檢查 我們要去檢查 因為我這個 我今年做了一千萬營業額 啊 你會說我賺一千萬嗎 當然不會啊 你猴 不是低罰不低罰 我絕對沒有賺一千嘛 我做五百萬營業額 我今年賺了三十萬 就是在太陽光店裡面 這個6%是不差 規 你只要賣店 你就只要 算6%算你收入 所以你這三十萬 必入你的所得 假設你沒有其他收入 你可能連稅金都不用講 12% 可能都不用 你今年收入才三十萬 很低啊 比你收租的稅還少 比你收租接房租的話 你可能要繳200萬的稅金 所得稅喔 那太陽光店呢 其實三十萬拿去繳的才三十萬 這繳的稅會有多一些 可是你不是以為以前 你講 我有疑問 我把他信業了 他會換一些稅 賣店是不是 在台灣很特殊的話 你賣店的台店 他一月是五花另外給你 你們能不能注意到這一點 你在台灣賣店 他一月是五花另外給你 有沒有看過我們的電費單 經濟力能源電費單 有沒有看到 假設你是個人賣店 你連經典連收入 賣店收入是一百萬 你是公司賣店 我除了給你一百萬 只有台電另外多五萬給你 你去繳營業稅 厲害吧 不曉得 用那些營業稅 自己有人幫忙繳 台電都幫忙繳 所以各位啊 從今天開始 開口閉口 談一千萬的生意 好不好 讓你的客戶屬群 增加十倍 好不好 那如果真實人生 沒有很多朋友 你沒有臉書 你會不會加社團 會不會加彰化人社團 裡面有三萬人 你會不會加嘉義人社團 臉書的嘉義人 我是嘉義人 我是彰化人 我是語音 我是台南人 那都是我們臉書社團啊 你加進去 偶爾貼一張我 我 詩俊毅跟他們版 站在一起拍照照片 我是專業的太陽能 銷售 小師 手機號碼 可不可以轉貼到他們的臉書上面 他們的社團上面 可以啊 我經常做這些事情 做一次有沒有效 沒效 做十次啊 因為我最近看到高雄 一個仲介小姐 她連續轉貼五十個社團 我們整夜都看到每次 因為那些社團 我通通都有加 她現在一直轉貼 同一間房子轉貼五十次 我受不了 我打給她 你也太認真了 其實我覺得你很煩 你怎麼轉貼那麼多 但是 我很打給她 高雄 我跟她說什麼 我說你有沒有賺一百萬房子 介紹回來 你很認真 對不對 至少她看到你啊 你是所有仲介裡面 你是唯一做轉貼五十次的人 你知道嗎 你對於一些人來講 有些人會覺得你很煩 有些人會覺得你很煩 有些人會覺得你太超過了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你是仲介裡面最認真 可以嗎 你可不可以幫自己 每天建立十個臉書的社團 加十個社團 因為你這個地方 叫做彰化 你就加彰化相關的十個社團 鹿港相關的十個社團 河美相關的十個社團 你每一個相關的十個社團 你每一個相關的找十個社團來加 去加 沒有人牽制你社團可以加幾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轉貼一張 我跟亮人板的照片 議題來轉貼到那個彰化人社團 彰化人裡面三萬人 最爛你三千人 瞄到三百人有印象 三十人覺得你還蠻認真 有三個人 想說這資訊裡 你自己過來用 可是因為社團的資訊 會每天更新 像幾百折這樣子 你會被推到這下面 所以你三不五十要回來貼一下 你知道嗎 三不五十要貼一下 有些人想找 他這次覺得有興趣 突然我忙了 忘了沒看到了 要再找 你找不到的時候 你又三天後 再貼一張過去 看到了 打電話 他這時候 他會把握機會啊 這十年前我遇到林志平的時候 我想說害羞不好意思跟他 哈囉 五年前我會再遇到 我那時候又不會公眾演說 也沒有什麼特殊成就 現在如果有一個遇到 因為說 欸志平 過個什麼好嗎 交往我裡面 因為我已經兩次 失去跟志平在一起的機會 我這次絕對也不會再放過了 因為這就是 在臉